朋友们好啊 2021年的12月7号 星期二我们 继续跟随毛主席的脚步 冲上井冈山 那么昨天呢 毛主席已经 离开了永新 过了山安 就要盘旋 冲上井冈山了 那么 过了山安 就是宁刚 当年的宁刚县 那么呢 宁刚有一个镇子 叫古城 古城曾经是以前宁刚的县制所在地 后来这个宁刚的县制呢 就改到别的地方去了 改到一看什么新城 到后来到龙市 古城 当年是毛主席引兵井冈 过了山安之后的 这个 第一站 古城在 中建军史上是非常有 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点 跟山安 差不多 山安呢是 新型人民军队的这个 奠基的地方 就是从思想到理念 啊 奠基的地方 啊 是给新型人民军队 以灵魂的地方 啊 这个用这个 罗尔环的话说 叫叫政治灵魂 给了这个军队政治灵魂 那样的地方 古城 古城是 决定 上 上井冈 上井冈山的地方 毛主席那个时候从山湾 往南走 我心里想着 知道 这个井冈山 有这个 这个 当地的武装 也知道袁文财了 那么呢 毛主席也曾经 托人呢 给袁文财送过信 但是呢 没得到答复 那个时候 那么 在 是否去 上井冈山 最后的这个决定 就是在 古城的 这个 一个书院里 开的会 做的最后的决定 这个呢 在军史上 就叫 古城会议 是这样的一个 过程 秋收起义 三方改编 古城会议 引兵 井冈 这是这 四部 27年10月份 10月初 就是在这个 连魁书院 开了古城会议 那么呢 我追随毛主席的脚步走的时候呢 就是沿着跟着主席那条路是一样的 那么呢 我到了古城 就 率先就看到了 这个 这个 两棵大荣树 啊 很高很大的两棵大荣树 然后这个 这个荣树旁边 就有一所高高大大的一个大屋檐的这样的房子 那个房子 就是 连魁书院 嗯 嗯 那么 当地的老人说 啊 说古城啊 这个 过去有很多 这些 特别古老的大荣树 后来呢 一棵棵都死了 只有连魁书院门口的这两棵 活了下来 活下来呢也不是他始终在始终活着啊 这两棵树呢还有很有故事 27年10月份毛主席引兵到了古城 看到这两棵树 还夸了这个还夸过这两棵树 毛主席当时说是一丰 一荣 一片红 一丰呢就是指的是三弯改编 三弯的那棵大 蜂树 李立将军 花钱 保下了那棵大 这个这个大蜂树 一丰一荣呢就是指古城的这两棵树 一丰一荣走过 开了一片红天地 打开一片红天地 一丰一荣 一片红 那么当地的老人回忆说当初红军退出井冈山以后 啊就开始转战干南闽西之后呢 那不就是所谓的白军来了吗 国民党军队来了 国民党军队来了之后这两棵榕树当时就死了 就好多年 就不长条 不发率 哭死了 大家都以为这两棵就彻底死了 没想到22年 之后 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这两棵树竟然神奇的 又复活 嗯 神奇的不得了 所以当地的百姓都是说 说这个古城的树和古城的人一样啊 有感情 心里装着毛主席 这个 白军来了 然后呢 这个树就死了 也不忍心看了 这暗无天日的社会 是不是啊 树的都闭上了眼 眼睛 新中国一成立 老百姓在仔细的看护他 风调雨顺了 是不是啊 新中国新气象了 哎 这树就竟然神奇般的又活过来了 嗯 那么呢 大王宋旁边这个房子 那就是这个 连魁书院 啊 这是当年 宁刚县 这个学生们读书的地方 当时 这个书院有 前后三个大厅 中间的 叫文昌宫 10月3号 古城会议 就是在这个 连魁书院中间的这个文昌宫 举行的 文昌宫现在是国家重点的文物 文物保护单位上面挂着牌呢 我都看了 但是没有人 值守 没有人值守 大门紧闭 我想进去看看就没进去 然后呢就这个房子还整修过 还算是 不错 这房子保保护的还不错 但是周边都已经很破败 房子四周都已经很破败 那么何长公呢 何长公说老井刚啊 后来尽管在 长征 途中 是不是啊这个 跟着张国焘跑了一趟 跑了一趟 这个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时候 清算 毛主席和洛普 张文天中央错误 开大会的时候 何长公 自己上去发言 振臂高呼 带领着 大家振臂高呼 打倒毛泽东 何长公一方面军 那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 双方整编 然后一方面军派了一些人 到四方面军中去 然后呢 一方面军 两个军的跟着 四方面军一起长征跟着走 四方面军的 徐昂前和 陈正浩他们 领着什么三日军什么的 跟着主席这边 说 又 又入军 那么何长公跟着 张国焘他们走了一段 结果就 公开的跟着张国焘反对毛主席 最后呢 何长公得到了回报 得到什么回报呢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时候 搞第二中央 伪中央的时候 何长公 做了伪中央的 组织部的部长 伪的 现在说就是伪的 这在他们光荣的革命历史里 都不能提的 这个事 但何长公当时是 派到 四方面军去的 跟四方面军一起长征的 那些一方面军干部里头 不说是唯一也差不多 反毛主席 跟着张国焘跑 那这事你说毛主席能不知道 后来这个张国焘被迫 又北上 跟毛主席他们会诗之后 这个何长公也没跟毛主席好像解释过 也没解释过 但这事毛主席肯定知道 后来毛主席有一次跟何长公说了一句话 跟何长公说 这个 草地上的事我早都忘了 毛主席就专门跟何长公 说了这么一句话 何长公如是重铺 当然了 也知道自己这个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 一段尾巴 所以他就干脆又夹起来 当然毛主席从来没 愧对过这个何长公 包括建国以后 何长公始终是 这个 做个地质部长 何长公始终是 那井冈山下来的人的 应该有的待遇 所以毛主席这个人的 胸 胸襟 毛主席那个人的胸 那真就是海洋一般 那真就是海洋一般 你看看高华那些 那些个什么 沈志华之流 写的那些个东西 你只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正常的条件反生 你就觉得高华 沈志华 这种人 就是阴沟里的蟑螂都不如 只有他们 那种他妈的这这这种 这种 龌龊之地 呆久了的 那心里同样龌龊之人 是不是啊 哈哈 才能如此的 在他自己这个井里 还在那 他妈的 评价着英 何长公了77年的时候呢 重返 重返井冈山 在宁刚的时候他有回忆 说古城会议当时 这个 都谁参加了呢 说 一些骨干 这个罗仁环啦 张宗逊啦 何长公 他说他也去了 还有永新县委书一刘真 还有宁港县委书 这个龙超清 我都牺牲了啊 龙超清等人是来送回信的 就是毛主席曾经 在三网给这个 袁文才写了一封信吗 迟迟没收到来信 就是到了古城这 龙超清 给毛主席送来了 袁文才的回信 所以毛主席在古城会议上 做的最决定就是什么 就是 引兵警告 在这之前 九月底的时候 毛主席写了 三网写了一封信 让人送给袁文才 袁文才当时把信息给念了 然后他这些部下呢 那他这些部下呢 当时就挺复杂 心情各方面都 都挺复杂 因为不了解这支 队伍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是谁 那么当时呢 就是有那么 其中的一个人叫陈木平 这个人以前在广州农江所或者是在武昌的武汉农江所 待过 学习过 那么毛主席的 听过毛主席给他讲的课 所以呢 他就介绍一下他 印象中的毛主席 他就 建议袁文才说 还是跟 毛主席见个面 见面 这样的话呢 就决定了 说那就见面吧 那在哪见呢 说那就请 毛主席上 大仓村 大仓村 和 和这个袁文才去见个面 就这么的 龙朝青 这个 龙朝青 就送回 带着袁文才的回信 到古城 见到了毛主席 然后就 转达了 这个 袁文才的这个 邀请 那么呢 古城会议决定 秋秋奇部队把 紧冈山作为立脚点 但是怎么样对待 紧冈山的袁文才和 王佐 这些 陆林好汉 这些陆林队伍 在这个问题上 发生了争论 毛主席秋秋秋奇的部队有 暗原的路跨的工人 说还有 湖南当地的农民 江西湖南当地的农民 还有一部分不是 武汉这个警卫团 武昌 武昌这个警卫团 国民政府 武昌警卫团 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卢德明 卢德明带来的一些正规军 手里还有 那个时候毛主席手下 千八百人还有五百条天安王 所以说当时就发生了争论 有不少人要求的就说那就上山了就干脆就把 杨文才啊王佐这些人干脆就就就就就 就解除了武装不就得了吗 灭了就得了吧 那个时候 比如说 说实话就是 黑吃黑那种路数 那种军阀那种思想 很正正 有的人甚至说蹭着就蹭 去大仓村跟元才见面的时候 干脆我们鸡巴号人一起上一包围就把他们都给去解决了就得了 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说谈何容易 这样做 这是宁钢县 这是宁钢县原来的宁钢县 宁钢县已经撤了这个县 撤县了 原来宁钢县党史办的主人叫刘晓农 他 这个对马沈祥老师口述的这一段的内容 那么毛主席的意见呢最后就占了上风了 那么就决定了去大仓村 和这个元才见面 那么呢 接着这个毛主席 65年的毛主席啊 这车过古城就讲这个古城会议这些事 接着就讲着怎么样到这个大仓村去和这个元才见面 毛主席当时在车上的感非常感慨 跟吴续军他们说说当时呢 我就是从这个古城骑马走旁边的小路到大仓村 林凤和家里头 一个人叫林凤和 是当地的一个财主 一个大财主 说到林凤和家和元才见面 可惜呀 我这一次我 看不到了 因为他这条小路还不通车 主席的车直接就走去 从古城到毛平的这条公路直接就过去了 主席说可惜这次我看不到了 元文才和林凤和都不在了 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毛主席自然自语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让车上的这 这这这这些人们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 就主席当时 语气非常沉重 非常沉重 那么关于 毛主席当年在大仓村 林凤和家跟元才见面这个事呢 就是 书上说 老师的书上说 党史上 既是浓墨重彩的 又是真相模糊的 在井冈山地区多家革命历史的展览中 都把这次会面列入了展展览 但是除了 次平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明示会面的地点在大仓村的林凤和家之外 其他都仅仅仅提到大仓村 不提林凤和家这个事 这里头有什么事呢 这里头 是不是啊 那么 当事人之一 宁刚的苏兰春等人回忆 说这个寒露节的前两天 也就是27年的10月6号 毛主席从到大仓 来了 然后呢毛主席怎么来呢 七个人 骑了五匹马 来的 还抬了一些家伙 说毛主席当时 当时披了一件大衣 元才当时不了解 毛主席 也不了解毛主席的这支部队怎么个情况 他心里就有点怕 黑智黑这个日子里 他们都过 这个经历多了 然后呢他就 做了两手 做了这个 准备了 就在林凤和他们家的林家祠堂里面 埋伏了 二十多个人 二十多支枪 就在那埋伏了 就是马道队 就是他自己的马道队 整个二十多人 就埋伏在那个 那个祠堂里 随时准备着 摔杯为号 就这意思 差不多 就不知道 毛主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会带来多少人 结果呢 袁远才带领这些部下呢 当时就在这个 林家祠堂门口 有一座石桥 在那个桥上 是个制高点 居高临下能看到毛主席怎么来 你能看到毛主席来多少人 你看要几百人来了说 那可能就动手了 是不是 抄家伙了 是不是 结果他在这上面一看 就又 这毛主席就几乎是 就差 基本上就属于单刀附会了 这就是 是不是啊 一看人就这么来的 结果呢 这袁远才就觉得自己可能 觉得自己 他妈的有点 这小人之心 都夺君子 君子之福了 就赢上去 就赶紧把毛主席 热情的赢到了林凤和他们家 这就涉及到了 林凤和这个人 我发现我说林凤和是当地的一大财主 有地 有商行 做这个 茶子生意 然后呢 应该说当地是富甲一方的人物 林凤和原才年纪相当 关系一直特别好 林凤和当天在家里还杀了一口猪 招待和迎接 毛委员 那时候就毛委员 林凤和是当地财主家里房子也多 然后呢有几间结婚式盖的房子高高大大 西房对面还有一排吊楼 毛主席和原文才等人就在那吊楼上面一边 吃花嘴 喝着茶 吃花生 一边就 谈话 这段历史是谁呢 是这个林凤和他家的孙媳妇 叫张丁宁 就在自己家的老屋里面对这个 马舍强老师做的口述 说林凤和他们家四代单传 三代都已经过去了 虫孙子是在南方打工 这辈只剩孙媳妇 孙子也已经去吃了 那么这个孙媳妇就介绍说我们家吊楼前面有两棵金桂花树 是这个什么呢 是这个盖老屋的时候 就是结婚的时候 原文才结婚的时候 这个盖的这个老屋的时候种下的这金桂花树 那么呢 说这个 毛主席当时来的时候 毛委员当时来的时候 正是金桂花树开的那样的那个季节 正怒放着 那么呢 毛主席到这时候 他当时还对这两棵金桂花树赞不绝口 林凤和又说说这我结婚不久种下的 当地有个习俗 把这个金桂花树叫贵人树 贵人树 袁文才当时还说说你看我今天不就把你接了吗 贵人临门了 那么 说当天毛主席和袁文才 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太阳快乐山 谈得非常好 后来毛主席走的时候 袁文才给毛主席给了一千大洋 一千大洋 这个毛主席呢 就给了这个 袁文才送了他一百支枪 那么 就涉及到这个林凤和这个人的事 这个孙媳妇 说什么呢 他说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他婆婆 他婆婆 不是婆婆 那就是奶奶婆婆 就是 这个林凤和的 这个 林凤和的妻子 生前 传下来 传到这个孙媳妇 这个林凤和的媳妇呢 摩大命中才去世啊 活得比较 长久 林凤和死的比较就比较早 也比较惨 这也是 景岸山当地一级的博物馆不提林凤和的原因 因为林凤和是大财主 在一个死不明不白 就他们 做错了事 还不敢把这事 露出来 怎么回事呢 这个怎么死的早又死的惨呢 说解放出土改的时候 就把他 地主嘛 就化地主 把他们家的地都给没收了 把所有的家里的财产也都给分吧 让他们劳动 干活 养活自己 但是林凤和和他儿子两个人从来就没干过活 从来就没干过活 没种过地 那么村里当时这些人呢 可能也是在当地干部的这个 这个 蛊惑下 跟他划清界限 也不给他们粮食吃 没办法 最后林凤和领着自己的儿子 一个是在老屋 就是 毛主席建过的那所房子 那个新房 还有一个在后山上 父子两个人 先后自杀了 林凤和死前曾经给毛 想写信给毛主席 但是他对妻子讲说 想到自己是地主 写信了估计地方的这些人也会 也不会让他寄 寄出去 让写信那么好还要牵连自己的后人 于是就放弃 后来自己就自杀 但是林凤和不知道的什么 是毛主席建国以后曾经派人打听过他们 找过他们 甚至派人们从北京到当地来找过林凤和 毛主席始终没忘记 这个引兵紧刚的时候 曾经那么决定性的跟袁文财的那次见面的时候那个东家 那个主人 结果的北京来的人到当地找林凤和 当地的干部就直接告诉 北京来的说他们家没有人了 都死了 其实那个时候林凤和的妻子 还有他的孙子那个时候还都 活着并且就在那个老当年的老屋里生活着 当地干部就直接推了 都死了他们家没了绝户了 那么 这个孙媳妇 这个孙媳妇当时跟马老师跟马世江老师也发感 他说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的人知道林凤和是自杀的这个真相 为什么 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不负责任 就他们太左了当时搞这些东西 不是毛主席图改的政策不好 而是有些具体办事的人 在执行的时候过分了 执行歪了 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又把什么错都推给了中央 推给了上 甚至推给了毛主席 他说你看看今天 周围的事 这中央三农政策多好啊 但是有一道地方有的地方一执行就变样 他说这都是一个理 他都说 这这也算是一农村妇女啊 都有这样高的觉悟 都有这样的认识 他说这个有人呢 他们家这个这个树啊 有的人想花钱 买他们家 这个树说 他接受马老师采访的那个 之前吧 说一棵树要给一万五 要买走 啊这个孙媳妇说我没卖 我也不能卖 这个吊楼和这个金桂花树 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的这个见证 他说他相信国家会管这个事 会管这个事啊 这还是我当年啊 当年一边看书一边弄的小书签啊 哈哈哈 那么林凡和这个孙媳妇接着就是说二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曾经派人来问过他家 可能确有歧视 否则 那你想想六五年就是毛主席就是从今天刚开始说的说毛主席为什么 车路过古城湾去走的时候 毛主席说哎呦 原财和林凡和都不在了 我也快见马克思 毛主席怎么知道林凡和不在了呢 所以毛主席应该是在六五年之前就五十年代的时候听说了当地的干部 骗他了 说林凡和已经死了 但是毛主席知道林凡和自杀的真相吗 他孙媳妇说估计肯定不知道谁也不可能把这个真相告诉毛主席 他说这个马老师就发感慨 马老师说这可能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为官之道 看不见的手 也是毛主席一直非常担心的干部政治特权 在基层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毛老师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干部的特殊化 腐化堕落分子那是比较少的 但是 干部乱用手中的权力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有的地方甚至比较严重 用毛主席1964年12月20号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 毛主席当时在会上怎么说 毛主席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 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 骑在农民的头上 农民不好混 穷的要死 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 不是反封建吗 不是民主革命吗 不是分土地吗 都搞臭过一次 但至于这些当 当权派却从来没有搞臭过 而他 又是共产党 上面又听他的 这是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说的这番话 马世祥说 林凤和家两代人的自杀 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毛主席的这些担忧 什么呢 什么担忧呢 就是这部分行使政治特权的当权者 忽左忽右 行左实右 欺压群众 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政治基础 甚至可能 成为各个层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能成为 成为在各个层面上 省中央一级 到省市县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 大仓村 值得一讲的 毛主席 在林凤和家 和袁文才第一次见面 中国革命这是一个转折点 应该说 起码中国人解放军的军使在这是个转折点 从这上山了 毛主席当年起码百人五百条枪 要是不上井冈山 弄不好可能就是一支流寇 那能存活多久 当然了也可能另一个角度 没有井冈山还有其他别的山 以毛主席的智慧 毛主席当时已经说了 八七会议上就已经说了 我要上山 他说我要找陆林好汉去 毛主席是不会领 这拿五百条枪 千八百人再去打长沙 打武汉 引马长江 那是不会的 那么接下来 就到了 车队继续往前走 就到了 这个 中国革命的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一个圣地 就是八角楼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 欲文卡尔布里还有八角楼的东方 影响了几代人 影响了几代人 那么其实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不知道 起码我不知道八角楼不是一个楼 我以为这是一个 八角楼就是一座楼 然后呢可能就像 八八面啊 八个脚 那样的一个房顶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楼 后来当然 读的东西多了就知道不是 后来到警网山去之后呢 实地一看才知道八角楼真正是 什么样的 为什么叫八角楼 那么就是5月65年的5月22号的下午4点左右 毛主席 这个 来到了车队就来到了八角楼的附近 那么车队就停下来准备就下车 这地方毛主席是一定要过地重游的 他在这里头 这个写多少文章 他和这个贺子珍的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感情生活之初 在这里都是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 但是 毛主席说刚刚打开车 准备下车的时候突然间 说八角楼对面 就来了几十号人 手里都拿着家伙 拿锤子 拿铲子 就风风风火 乌乌央央就朝着小车队 就冲过来了 就冲过来 这可把王总行他们给吓坏了 也把当地的人给吓坏了 当地的这些领导吓坏 说他妈的这不得了 是不是有人搞破坏 你想那时候六五年 刚建国十几年 十六年 十五年多 那时候 这个 常凯申同学经常派特务 或者是 这什么登陆 是不是 搞破坏 还大陆上本身 还有一些没肃清的 甚至有一些 时刻准备着反攻倒算 是不是 吓坏了 尽管毛里算起根还是保密 但你想他一路走下来的时候 过迷水 有人船公认出他来了 到这个 查林住了一宿 跟干部也照了相 到永新跟干部也都照了相 你万一有一个人 要是个坏人的话 把事传出来的话 那你想这几个 一天的 一天的时间 从永新到是走了一天 一天的时间里什么 准备什么东西来不及 吓坏了 赶紧让毛主席 坐回车里 然后车队 汪东勋已经下令 就下了死命令 赶紧走 但是后来才知道 这个当地 这些 人 他们是完全 自发的 而这些人呢 手里拿着家伙干嘛 他们在旁边修工路 修工路收工的时候 正把回走的时候 看一个车队过来的时候 有的人肯定就想到了 说哟 这十多辆车 这小汽车来了 是毛主席回来了 那时候 行上上下下的人 都知道解放了 毛主席应该回来 看看大家 所以这些人呢 就就就就 当时就冲动似的 就冲过来就跑 完全是带着激动和喜业的心 而来的 没想到呢 这引起了这场误会 结果这车队就出发了 赶紧走 但后来这些人明白过来 是不是说 我们冲一下 这个车队是毛主席老人家 还是谁 然后是不是觉得我们 不礼貌了 或者说 担心安全 这些人很自动自觉 就都半路就都停下来 就站那个路边 远远的朝小 小车队就挥手 制衣 毛主席一看 我估计毛主席想到了 可能汪东星误会这些人的 但是车呢 已经从八角楼前开过去了 那毛主席说说放慢点速度 毛主席拉开窗帘 就深情的 看着这个八角楼 看着这个八角楼 啊 八角楼呢就是 其实它就是个阁楼 平常上有阁楼 阁楼上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房顶 那八角楼 那个那个 格楼那个 那个 房顶 那 那个为了采光 修了八个角的那样 一个像窗户一样 就像窗户一样 这样 取八卦之力 所以当地的人 毛瓶的人就给他叫八角楼 叫八角楼 那么呢 所以呢就是后来这些人就是 可能都反应过来 他们可能 这种举动冲撞了这个 这个领导 甚至可能就是毛主席 所以他们就 都停了 停了之后呢 当时有的人都哭了 说当时 有的人就哭了 他们可能觉得毛主席回了 啊毛主席 这个到毛 又回毛平来了 又回八角楼来了 啊 三十四分钟 我们 啊 我曾经2006年3月底的时候 就是 也去过井冈山 但是那次呢 是一个团建活动 就没有到这个 毛平 仅仅是在刺平的 然后呢 我是从上井冈山的时候 是 才 终于 去了毛平 看了 八角楼 看了八角楼 我当时坐了 旁批呢 我是 在井冈山宾馆 就是那天晚上 那天中午啊 那天中午 在井冈山宾馆入住了之后 我写的 我是看着 终于见到了 八角楼 想着八角楼的灯光 激动不已 在小楼上 徘徊 许久啊 我在那八角楼上徘徊了许久 我去的时候 我冲上井冈山那次的时候 一路之上 就很少有游人 六月初 说暑假之前 那是淡季 所以我那一路看得非常从容 可以说把井冈山 毛主席 走过的地方都看了 毛主席没有走 没有冲上井冈山 没有到过的地方 我基本上都都都给挖了个遍 都给转了个遍 感动了 受教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明天我们继续 进钢山 谢谢大家 入阅 我们下雨 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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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入阅